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谈五样非常便宜,但是能够瞬间提升你的视频拍摄效率的工具 好了,步入正题,第一件工具呢,就是它 这个工具呢,它是一个可以远程控制相机功能的一个红外线遥控器 那么最近几年推出的这个加拿大相机呢,都其实可能都支持这个红外线遥控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相机的快门下方有一个暗色的塑料窗 塑料区域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红外线接收装置 如果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相机或者说找下说明书看看自己是否能 自己的相机是否兼容这样的遥控,红外线遥控器 这个遥控器呢,设计非常简单,那么正面呢,就是一个按钮 背面呢,有一个模式切换的这个开关 另外就是一个可拆卸的电磁仓 打开来看是装这种大号的扭泡型电池,碟型电池 这个遥控器的功能呢,就和咱们家里的电池机遥控器的功能是非常 相近的用法也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如果你是在拍照模式下呢,那么如果你按下这个按钮 它就会自动启动相机的倒数两秒或者倒数十秒的这个定时拍照功能 那么在拍合照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用像以前那样 从相机的后面然后慌慌张张的站到人群中再来摆pose来拍照 这样就其实是大家会觉得很紧张的 那么在拍摄视频的模式下呢,这个就更加方便了 按一下它就启动拍摄,再按一下它就会停止拍摄 这种情况,这种功能呢,其实是对于我们像我们这样的这个自己做Vlog 或者说自己自拍的这种场景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那么你在想暂停拍摄或者开始拍摄的时候 你不用再去走到相机那里 然后按一下这个开始键 然后再走回拍摄地点再来拍摄 你拿着遥控器远程这么轻轻一按就可以启动或者是停止拍摄了 这个是可以非常提高你这个拍摄效率的 这个遥控器呢,售价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的 我这个是一个第三方兼容佳能的这个遥控器 那么可能这个是可能也就在国内淘宝上可能也就二三十块钱吧 那么它的官方佳能的可能会比较比较贵一点 但是功能来说无论是兼容的还是家能官方的都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那么再来说说第二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几根绳子 但是如果大家是细心的话呢 那么可以再可能会注意到在我上期的这个视频里会发现 有一些我的这个数据线呢 就通过这样的绳子把它收纳在一起 非常方便的使用 那么这个绳子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是这个Think Tank品牌的它的这个收纳绳 它其实就设计很简单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像是一个橡皮巾 类似橡皮巾的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这有一个调节的这个收紧扣 其实就跟我们很多衣服上的这个收紧扣是一样的 那么那么它的这个作用是在哪里呢 其实很很很简单 我这里有几个样本 就是它可以非常方便的非常方便的把把你的这些复杂的线篮给它给它收收收收纳起来 那么其实非常简单 让大家看一下 穿过去 然后再给它穿过去再把这个按钮一拉 这样就收到好了 那么它不会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都不会散 那么这个红色的这个绳子的设计呢其实也是非常逃巧 让你放在任何地方都会都能够一眼一眼的看到 一眼看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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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绳子在哪里方便你去寻找 对吧 那么在以往呢 我们对这些线篮其实有的时候是可能把它捆在一起 或者是用那种那种黑色的里面有金属的那种那种连接线 那种线篮把它扭在一起但是那个东西是非常容易非常容易丢失的 那么用这种这种红绳呢就不会那么容易丢失啊 这是非常方便寻找的 那么这个绳子它的售价它大概是在一美金一根也就是约合六块钱一根左右 所以说不是很便宜吧 但是我觉得可以大大提升提高我们这个收纳和这个寻找一些物品的这个效率 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 那么我会把这个商品的链接呢也贴在视频的下方有兴趣 大家其实可以来看一下 第三件产品的就是这个滤镜接口转接环 这个产品的作用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其实可能会有很多支镜头 那么这一镜头的口径呢其实是不同的 比如说从52 58到67到77 你可能有82或者你可能有95的 那么你在拍摄照片或者拍摄视频时 你可能要对这些这个镜头要买一些买一些滤镜 或者中辉度滤镜或者是说这个偏整镜 那么你有这么多不同的口径的镜头 那么你是不是需要购买这么多的这个不同口径的滤镜呢 那么一来是这个它的成本可能会比较高 你要买这么多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可能你在安装或者在寻找的时候也是比较麻烦的 那么这个这个镜头滤镜转接环它的目的呢 就是你可以只买一个滤镜 买一个大口径的滤镜 然后可以适配到你不同的镜头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它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有很多集 其实就是不同的口径的这个转接环它是叠加在一起的 那么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方便 比方说如果你的你的镜头是像我现在我现在手里有一个这个佳能的24毫米口径的定价镜头 它的口径是52毫米 那么但是但是如果你的手头有一个77毫米的中辉度滤镜 那么怎么办呢 答案很简单 这个里面有从52开始一直到77的这个转接环的口径尺寸 那么你要做的呢 只是找到你合适 找到适应你镜头这个口径的转接环 然后找到之后把它这样装到你的镜头上 然后再把你的这个这个滤镜 装上这个转接环那么就可以使用了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呢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转接环它其实是有厚度的 那么如果你在使用超广量镜头就像我现在录像的这只这个佳能EFS10到18毫米的这个超广量镜头 它的口径是67毫米 那么我就必须要用一个转接环来装上我的这个77毫米的中辉度滤镜 那么当你在使用超广角就是10毫米到12毫米焦距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画面的四周全部黑掉了 那么原因呢就是这个滤镜它的镜片本身距离镜头过远导致了它周围会黑掉 但是如果你不用超广角的话那么这个镜头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这个转接环呢它可以适应几乎市面上所有的通用滤镜的尺寸从49毫米一直到这个82毫米 那么你只用买一个比较大口径的滤镜就可以适用你所有的镜头了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 而且这个转接环它一套的价格其实也并不是很贵 大概在100人民币左右它会大大提升你的这个拍摄时选用滤镜的效率 第四个呢就是耳机耳机的作用是什么呢 那么就像我之前的视频里说过的一个视频的声音对视频的这个整体效果 它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的 那么你要保证你在录制视频的时候能获得非常好的这个音质 那么其实在很多时候你光看这个液晶显示屏上的这个音量电瓶其实是永远不够的 那么如果你的相机它有这个耳机接口的话 那么我还是非常非常建议你使用一个耳机来进行监听 不需要多好的耳机可能几十块钱或者是一两百块钱的耳机都完全能够满足你的这个需要 那么你插上你的插上你的耳机 就像我现在这样把它插到我的80D的这个耳机接口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随时 随时监听你的录制 你录制时这个声音的 的效果 它可能 它可能不能完全 它可能不能完全展示你的这个 录制的音质的好坏 但是能它能够确保你能够完全确定你录制的这个视频里到底有没有声音 因为我个人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那么你的视频其实录得很好了 但是回去之后你突然发现 哎呀这个声音怎么没有录进去 那么在你当时录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 这个时候等你再想回去重新录制的时候 其实这种条件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限制了 那么后来有几次呢 我发现其实都是我的这个麦克风没有电了 而且我当时也没有及时的这个进行监听 那么如果你有这个耳机的话 一个非常便宜的耳机 你就可以在当在录制视频的时候 及时发现你的这个声音没有录到 那么你会及时纠正 这样就会在后期免出非常非常大的麻烦 最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 哈哈 这个我想大家都很多人都见过 就是这个 灰度吧 那么它的作用呢 就是来在每次拍摄的时候来去调整你的白平衡 在拍摄时呢能够获得准确的白平衡呢 对于后期来说是可以减轻非常非常多的麻烦的 那么它的使用其实也是非常简单 那么你把这个就是一个18%灰度版 我想大家可能已经听过18%灰度版 那么反面的是纯白的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都用这一面18%的这个灰度版 那么打开灰度版之后呢 可以我们就在这个相机的菜单里面可以选择一项有叫做这个自定义 白平衡 那么它可以允许你对着这个板子照一张照片 然后在自定义白平衡里用这张照片作为基准 然后相机可以根据它自己的运算来去设定一个最佳的白平衡 那么这个就比你选择自动或者是说选择不同模式的白平衡 甚至是去自定义这个色温白平衡都是更加准确的 因为18%灰度版它所代表的这个白平衡就是相对来说非常非常准确的白平衡 灰度版的价格呢其实也是有高有低 那么这个灰度版呢大概是在亚马逊上购买是10美金左右 也就是大概60块钱左右 那么在淘宝上或者是其他网店上呢我想也能够买到大概70块钱或者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亏度版但是它能给你带来的这个便利它能给你带来的这个价值我想是远远超出它的这个售价的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你在视频制作过程中有什么对于你来说 非常有用的这个小工具呢也欢迎你在屏幕下方的留言区里给我们留言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来说非常有用的那么欢迎你在这期视频点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栏目呢那么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栏目的更新那么欢迎你订阅我们的 栏目我们下期再见 哦对了我要用这个遥控器来去暂停我的录制 非常方便 很少许愿得不住手 在这里我自己准备跑到这期视频和这里576000分的